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于4月24日抵达菲律宾 面对秦刚 菲律宾外长马纳罗誓言要保持中非关系的和谐 不让南海问题在双方之间造成裂痕 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也加入了这个保证 宣称菲律宾将会坚守自主独立的原则 不会选择站队于任何一方 然而这场虔诚的承诺似乎仅仅维持了几天 4月30日准备启动访美之旅的小马克思 却毫不掩饰地提及南海、台海以及朝鲜问题 声称这些地区的局势正在发生变动 菲律宾所处的地区局势也正在日益紧张 甚至美非共同防御条约也需要因此进行调整 看起来他似乎迫切地希望 美军能在菲律宾的舞台上出现为自己呐喊壮胆 小马克思 一个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人 看来我们得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不然还真就把你当成病猫了 今天 全国海事信息化一体化导注航综合服务系统显示 一艘S编号为19016的大型托船 在仁爱礁附近出现 已经在那里停留了超过72小时 看起来就像是在待命 对于熟悉南海人爱礁的人来说 他们都知道这里有一艘菲律宾 非法驻留的破坦克登陆舰 那么这艘大型托船在这里待命是什么意思呢 据之前发布的信息 这艘编号为19016的大型托船 在5月11日就出现在仁爱礁附近 已经在那里待命超过72小时 根据全国海事信息化一体化导注航综合服务系统查询 这艘船的长宽分别为60米和9米 之前一直在美己礁和仁爱礁之间活动 最近才突然在仁爱礁附近靠拨待命 我们并不清楚这艘大型托船的具体参数 还好我找到了一个类似规格的参考船只 即烟台打捞局的得封号 这艘托船的主机功率为5000BHP马力 按照常规的推断 这艘托船应该能够轻松地拖动排水量 高达2万吨的船舶 南海岛礁附近出现渔船 中国的海景船 以及被外媒称为海上民兵船的渔船出现等 都属于正常现象 路透社曾于3月4日报道 在中叶岛附近发现42艘巨信由 中国海上民兵驾驶的船只在缓慢巡航 附近还有两艘中国海景船在巡逻 这个规模让菲律宾有点慌 而中国网友却非常激动 原因很简单 那么多船包围中叶岛 肯定是要整出点动静撒 然而现实是比较残酷的 菲律宾目前实控中叶岛 在岛上建设了机场 建设了码头 甚至还有一个小学 如果要改变目前这个状态的话 必须来一次夺岛战争 因此就算42艘海上民兵船围困中叶岛 也仅仅只是让菲律宾国内的媒体有点慌而已 但这次出动了拖船之后 性质却完全不一样了 尽管只有一艘 但它却是正坐摊在仁爱礁上的 坦克登陆艇的客星 要是中国发起狠来 那么仁爱礁就不会有菲律宾傻事了 就算这艘登陆舰会被拖散架 也要将其从仁爱礁拖走 菲律宾作死连连 就不要怪中国人不留情面了 菲律宾与中国之间关系 急转直下让中非民众都感觉颇为意外 小马克思自从2022年5月份赢得大选后 虽然偶尔会说上几句 让人听了不太舒服的话 但双方整体上合作还是很愉快的 特别是从2022年底到2023年初的 互动尤为频繁 2022年11月12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柬埔寨今边出席 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 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会面交谈 2022年11月17日下午 中国国家主席在泰国曼谷 会见菲律宾总统马克思 2023年1月3日至5日 费迪南德、罗姆尔德兹、马克思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期间两国签署了包括贸易和投资、农业、 能源、基础设施、人文交流 和海上安全等双边协议 双方在1月5日发布的联合声明中 提到了28点内容 一致同意恢复关于南海石油和天然气勘探的谈判 这次访问也被外界普遍誉为支撑 中非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基石 菲律宾表示 会在南海继续维持实用主义的 理性化的政策 不过度炒作南海问题 不让南海问题影响中非双边关系 就在舆论认为中非将继续菲律宾 前总统杜特尔特的中非友好政策时 形势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2月2日 BBC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长德尔芬·洛伦扎那 会见到访的美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双方同意提升美非的战略地位 并且菲律宾将为美军新增四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 2月8日 新华社援引印媒的报道 印度与菲律宾达成了一项价值约3.75亿美元的军火贸易协议 向非出口至少三个连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 结合菲律宾频频在南海问题上发难 菲律宾购买布拉莫斯导弹针对谁不言自明 2月12日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访日后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表示 为维护菲律宾自身的国家利益 以及菲律宾在台湾的侨民的安全 马克思认为 只有加强与美国、日本的军事合作 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菲律宾的利益关系 3月2日 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 原以澳大利亚驻菲律宾大使的话报道称 菲律宾、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四国正考虑在南海进行联合巡航 菲律宾外交部表示 目前正在制定联合海上行动准则 4月11日 美飞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肩并肩军事演习在菲律宾举行 从4月11日开始一直持续到4月27日 总参与人数达到了1.8万人 演习的高潮是在4月26日 美军的海马斯火箭炮以及美飞海空力量 摧毁一艘被CNN称模拟中国军舰的靶船 小马克思这种翻脸比翻书 还快的态度实在是让人看不懂 从3月份以来 中国海警在南海的岛礁针对菲律宾的维权行动日渐频繁 42艘海上民兵船围困中叶岛就在3月初 这个一直持续到3月中旬 4月23日 一艘带着美联社多名记者的菲律宾海警巡逻艇 在接近仁爱礁石被中国一艘大型海警船横切挡住去路 并收到了中国海警船发出的中英文警告 菲律宾巡逻艇已经进入中国领土范围 要求菲律宾海警巡逻艇立刻离开该海域 菲律宾试图以这种方式 让中国受到国际舆论的压力 但这些完全不顶用 就在4月22日 在中非官员出席的一次会议上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给出了忠告 他强调非中国的问题应由中国自己解决 不欢迎别国干涉 菲律宾引入美日澳试图浑水摸鱼是不可取的 小马克思也感到的中方给予的强大压力 5月初 小马克思连续表态称 菲律宾不允许其领土被用作美军军事行动的中转战 似乎有点补救的意思 但非方多次炒作仁爱交事端 拉美国增开基地 甚至把美非同盟向南海争端做功能性联系 小马克思一边称 不允许做中转战 一边则在走向适时功能的美军前进基地 这种既幼的投机心态必须予以坚决打击 绝不让小马克思的美梦得逞 仁爱交待命拖船 一举纠正25年前的失误 19016的大型拖船出现在仁爱交附近的目的干什么 相信网友都知道 1999年菲律宾政府蓄意让已经报废的 BRP Sierra Madre坦克登陆舰在仁爱交坐摊 作为菲律宾海军陆战队的前哨基地 试图继承事实 让菲律宾拥有对仁爱交的话语权 仁爱交位于南沙群岛 美济交东南约14海里处 在北纬9度39至48分 东京115度51至54分范围内 为一南北长15公里 东西宽约5.6公里的环礁 低潮时大部分路出 北半环礁完整 南半环段乘数节 形成若干礁门 30吨级船只可进入礁湖 仁爱交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省三沙市 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菲律宾坦克登陆舰 非法座探人爱交后 11名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员被安排驻守该登陆舰 非法会隔三差五地对这些驻守人员进行补给 舰上条件非常恶劣 由于高沿度海水以及海风的腐蚀 该登陆舰在坐摊数年后就已经布满大洞 海浪可以直接涌入船舱 之所以还没有 沉没是因为这艘登陆艇已经搁浅在仁爱礁上 除非腐蚀到散架 否则它是不会沉没的 南海仲裁造岛契机 2012年4月10日 12艘中国渔船在黄岩岛西湖内作业时 遭到菲律宾军舰的堵截与骚扰 渔民被菲律宾军人扒掉衣服在甲板上曝晒 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 派出海舰船和渔政船抵达黄岩岛海域对质 2012年6月3日 非方船只汇溜溜撤出黄岩岛西湖 中国船只开始失控黄岩岛 并在同年6月21日建立地级三沙市政府驻西沙永兴岛 管辖西南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 并在随后数月间采取了落实三沙涉事的一系列行政 司法军事举措 2013年1月22日 菲律宾阿基诺政府单方面向联合国海洋法法庭 提请针对中国的仲裁 2013年6月 非方不顾中方强烈反对 成立了由五名人员组成的中非南海争议仲裁庭 2014年3月9日 中国第一次阻止菲律宾对该登陆艇进行补给 非方只能利用小型飞机对驻守在这艘破登陆舰上的 海军陆战队员进行了空中补给 2016年7月12日 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南海仲裁案做出最终裁决 判菲律宾胜诉 并否定了九段线 还宣称中国对南海海域没有历史性所有权 2016年7月13日 中国外交部发布了 关于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做裁决的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 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做裁决的声明 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单方面 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 以下简称仲裁庭 于2016年7月12日做出的裁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郑重声明 该裁决是无效的 没有拘束力 中国不接受 不承认 2014年8月之后 我国开始在永蜀礁 美己礁 主币礁 以及东门礁 华阳礁 南勋礁的吹田工程 到2015年底 南海吹田工作基本结束 之后转入岛礁建设任务 到目前为止 南海各大岛礁早已担任起了重要的国防 科学等重要任务 2016年6月30日 杜特尔特宣誓就职成为菲律宾共和国第16任总统 同年12月17日 杜特尔特表示 他将搁置南海仲裁裁决 不会向中方强加任何东西 非不准备对抗中国 纵观中非在南海的争端历史 各位可以发现 中国提出搁置争议是在1999年3月 即使在菲律宾的登陆舰 做贪人爱交造成既定事实之后 2002年底时 中国仍然顾全大局主岛并签署了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但菲律宾阿基诺 三世上台后 我行我素 啥也没捞到 反而中国在南海多出了三个大型基地 其中 主币礁距离中叶岛才23000米 给非方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这是从菲律宾非法控制的 中叶岛拍摄的中国主币礁照片 这次小马克思瞎折腾 这不是给瞌睡人送上枕头吗 19016的大型拖船 出现在仁爱交附近的目的是 可想而知的 随时将这艘破灯路件拖走 之后再把仁爱交变成仁爱岛 就完美了 延伸阅读 拖船能将破灯路件拖走吗 答案可能是够呛 尽管拖船功率非常大 5000马力的拖船在港口内 可以对2万吨的大船拖带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菲律宾这艘破坦克登陆舰可能不只是坐摊 很有可能已经在舱底进行了施工 将登陆舰底部打穿与胶盘用水泥胶筑在了一起 此时用拖船可能即使将登陆舰拖散架了都拖不动登陆舰分毫 应该怎么办 当然要出动潜水作业人员在登陆舰底部布设炸药 直接将胶盘部分摧毁 然后直接拖走 不过另一个办法也不用那么麻烦 直接让吹舰船在外围操作 把这艘破登陆舰围在里面就行 要是那11人不撤 以后就在这里坐监牢了 这个主意如何 各位可以留言提出更好的意见